这个男人征战沙场数十年 如今回来却看到这一幕 母亲的墓碑被毁 更是留下了贱人两字 叶无情轻轻地拿起相片 此时 她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 当年父亲另寻心欢 狠心地 将我跟妹妹连着母亲一起逐出了家门 那一夜瓢泊大鱼 母亲柔弱的身影 跪在门前整整一夜 卑微地恳求父亲 能留下我跟妹妹 自己是生是死 都无所谓 可那扇冰冷的铁门始终紧闭 到了天亮铁门 终于打开了 母亲欣喜不一以为 父亲念及骨肉亲情回心转意 可冲出来的 却是一条恶犬 母亲了保护我们 被恶犬咬得浑身伤痕累累 王后本以为 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没过多久母亲就遭人陷害 被逼无奈跳楼自尽 即便如此陷害 我们的人 也未曾心思手软地放我俩 直到有一天 一个神秘人出现 杀了前来杀我们的凶手 并带走了我 十年后 大华国边境告急 敌军接连突破边境树道关卡 千里防线溃不成军 我军伤亡惨重 更无大将 然而就在大厦将军之际 一个人横空出示 单枪匹马旋风般杀入敌营 与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 导致敌军群龙无首 自乱正脚 不攻自破 这个人就是大华国的 无敌战神战天地 如今被册封为战役天王 这一去就是十年 就是不知道 昔日的仇家 能否承受 助我现在的复仇 就在这时 门口一帮小混混 叽叽喳喳喳地 走了进来大喊道 眼睛瞎了吗 谁让你进来的 没看见门口的警示牌吗 压得上官纳兰小姐 让我们扒开 这娘们的墓 捣毁墓碑 并写上贱人之墓 没想到 刚弄完就有人在参观 我们的杰作 叶无情一听 果然是他 最初上官纳兰 跟母亲是很要好的闺蜜 后来一个男人出现 彻底打破了 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个男人 就是海东豪门 陈家的公子哥 他钟情于母亲 然后上官纳兰 也在追求陈公子 但惨遭后者拒绝 于是 上官纳兰 为了嫁入豪门 开始找机会祸害母亲 上官家本是搞房地产的 于是 直接伪造房契一夜之间 把我们老家推平 之后 为了产草除根 上官纳兰 拿我和妹妹的性命安危 威胁母亲自杀 为了保全我们母亲迫于无奈 只有含恨跳楼 谁知他如此心狠手辣 完全没有放过我们的意思 更是叫人来杀我 就是母亲死后 上官纳兰 也难解心头之恨 派人将墓穴用铁丝围起 更是安排打手 驻守此地 不准他人来祭拜 今天是 母亲世事十年 上官纳兰特意挑在这一天 八母亲坟 给挖了骨灰暴露无遗 可见 这女人心有多狠 就在这时 混混们走上前来 嚣张到大雨 今天心情不爽 不想挨揍 就赶紧滚蛋 压得今天是 晨二公子订婚的日子 本应该在酒店里 喝着小酒 吃着山珍 结果却过来 干着晦气室 小弟指着夜无情 你跪着从杜哥裤裆下 钻过去 就让你滚蛋 否则 打断你的腿 说完 更是朝着墓碑 吐了一口口水 黄毛们 哈哈大笑直夸大壮 你这口水飙得挺准啊 黄毛一脸尖笑 跨着两条腿说道 来从我裤裆裆过去 我非但饶你一命 这个纯金的打火机 也留给你做个念想 盯着他看 嚣张地咳咳两声 怎么没见过 老子再吐给你看一次 话刚说完就看见 一只手掌猛地伸了过来 这个男人征战数十年 回归祭殿 看到的 却是母亲的墓碑 被恶人锁毁 毁木的混混 更是嚣张地 朝母亲墓碑涂口水 在混混一脸 难以置信的神情下 夜无情单手 把他拎了起来 接着 狠狠地一把砸下 摁在地上 随后站起指着墓碑说道 来给我舔干净了 黄毛们吓坏了 大壮一百八十多斤 就这么被举起来了 这分明是一头绝世凶兽 大壮艰难地说道 杜 杜哥 救 救我 迎来的却是夜无情 随手的一挥 大壮的小腿 就这样被切断了 一声惨叫传来 啊我的腿 夜无情指着墓碑 说道舔干净 不要再让我重复 大壮颤抖地爬向墓碑 试试试 我舔我舔 就在这时 天空飞来数十架 吊满集装箱的直升机 直升机上的人 也一个个相继跳下 来到夜无情面前 单膝下跪 骑升到见过王爷 动手吧 是王爷 只见集装箱打开 里面竟是满满的黄金 这些黄金 竟然是用在建造坟墓的 整整二十箱黄金 我靠 这 这算成钱的话 估计得几十个亿吧 夜无情看着黄金 筑起的坟墓感叹道 妈 当初你曾半开玩笑说 百年之后 让我用黄金给你住一座坟 在那边就可以有花不完的钱 现在儿子做到了 看着脚下的墓碑 夜无情怒到一个月后 我会让上官纳兰那个混账女人 跪在您的坟前 以此谢罪 夜无情冷冷地看着黄毛他们 吓得直接吓跪 我们是受陈家默干长老所托在此监管 夜无情听后心想 当年残害了母亲后 上官纳兰终于如愿嫁入陈家 这个女人城府极深 经过十年的耕耘 上官纳兰早就掌控了整个陈家 默干自然也是他的走狗 黄毛看夜无情没法 欣喜 这小子果然被陈家吓住了 谁知夜无情冷冷地说道 哦 默干长老 愿门如何 说着 一脚踏出天崩地裂 冲击波直冲黄毛身后一众 顿时惨叫连连无一幸免 黄毛 惊恐地磕头 嘴里还说着误会 千万不要杀我听我解释 夜无情一脸冷意 解释 本王从来不听解释 黄毛听后颤抖道 以本王自称 难道你就是最新崛起的那个战役天王 占天地 夜无情单手一挥 黄毛头部整个爆开 随后轻轻地将母亲的墓碑包起 你见过用黄金做的坟墓吗 战神归来 却发现母亲的墓碑挖开了 墓碑上更是写着贱人二字 对于这样的人杀之 随后 用黄金给母亲重新弃墓 夜无情包起毁坏的墓碑 递给了身边的坦克 走吧 今天是上官大兰儿子陈二少的大喜日子 去凑凑热闹 把当年的这块墓碑还给他 画面一转一辆金色宝马豪车 出现在了酒店前 夜无情下车发现 此处酒店正好是当年母亲的老宅处 此时坦克说道 王爷这些萧小之辈 属下一人足以横扫名幼 何必亲自动手 夜无情一把接过墓碑 你还是回去看守坟地吧 我要亲自会回当年的仇人 夜无情帅气地走进大厅 这可让美女们眼睛一亮 这人是谁呀 气场好强大 如果能跟这样的男人约会 想想就让人感到兴奋 慌 夜无情重重地放下墓碑 端起一杯酒优雅地坐下 这一幕又让两位美女一见倾心 而就在此时一对保安走了过来 这位先生按照酒店规矩 进门必须登记 然而登记的原因 竟是上官纳兰立下规矩 理清者直接扫地出门 保安队长说道 请出示你的蜻蜓 还有你这是什么东西 需要打开验收 夜无情冷酷的 说你还不配看上上官纳兰来接 说着就伸出筷子 夹住了保安队长的手 保安队长大喊道放肆 什么狗屁玩意 也敢直呼夫人名字 给老婆放开 结果却发现 怎么用力都无法抽出手来 诧异的他发现 怎么回事 我这拳头可轻易碎食 如今却被两根块赐加的纹丝不动 突然夜无情 忽然松开筷子 惯性直接让保安队长大飞了出去 这一下 直接让他颜面扫地 夜无情随意地丢下筷子 此时的一切都被楼上的 陈家二少陈贺亭看在眼里 对着身边的老头问道 莫老这小子如何 莫老肖随意地说道 在我手下走不过一招 陈贺亭嚣道 这些年来 找母亲寻仇的人还少吗 可最后 还不是丢进海里喂鱼 不知死活 此时保安队长被众人扶起 怒到我擦都愣着干什么 上干死这小子 就在保安们 气势汹汹地准备动手时 一个声音响起 慢着 只见一个身材妖娆的美女 踏着一米五的大长腿 慢慢地走向夜无情 这位先生小女子轩威 天都大酒店公关经理 你叫我微微就好了 来跟姐姐喝杯交杯酒 有什么事情 我们坐下说 微微顺势坐在夜无情腿上 风情万种地说 让姐姐看看 你拿的什么宝贝东西 而这女人内心却是想弄明白 这小子 到底送给夫人什么东西 到时也好有个交代 谁知 夜无情无视美色 直接站起推开微微 你没资格看 让上官那拦出来 此时的微微露出真面子 好你个给脸不要脸的灯涂浪 竟敢打我 就在这时 一个胖子说道 十几个大男人在场 竟然让这么个狗玩意 欺负微微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说着就是一巴掌 打在保安队长脸上 保安队长也不敢反抗 捂着脸说 赵少教训的是 是手下的失职 随即赵少 温柔地牵起微微 温柔到你没事吧 你见过一米五的大长腿吗 就是这个女人微微 居然想色诱舞 而见过世面的 我又怎么可能中招 直接推开 微微楚楚可怜地 对着赵少说 她欺负我 赵少色迷迷地 看着此时焦楼的微微 直接大怒 指着夜无情 臭小子竟敢对微微动手 以他压实活腻歪了 识相地赶紧跪下 磕头认错 然后滚蛋 而此时的夜无情 完全没在听 独自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当年的一家 是多么快乐幸福 赵少看着 毫无反应的夜无情 火冒三丈 行啊小子 敢无视我在我面前 装波士吧 那老子就成全你 阴狠地对着保安队长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打死算我的 只见一众保安摩拳擦掌 气势汹汹地 走到了夜无情身后 而此时的夜无情 无动于衷地品着红酒 就在这时 保安队长直接一脸凶煞 举起甩棍 小子死到临头还在装波 今天 老子非把你揍成傻波不苦 老子曾经单枪匹马 轻易干翻十几个暴徒 我这手中的甩棍 更是能轻易敲碎人的头骨 有陈家夺着杀个人 比杀只蚂蚁还简单 此时的赵少搂着微微 我们走吧 待会太血腥了 不吓着你呢 就在甩棍即将砸众时 夜无情单手拿起墓碑 猛地往地上一砸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让地面碎裂 肆虐的能量 直接朝着众人冲去 紧接着 保安们 全都东倒西歪 可雪不止 现场也是一片狼藉 这一幕 又把两个花痴少女 迷得一脸嘲红 这一幕可让二楼的陈二少 震惊不已 墨老这小子 有点不同寻常啊 你怎么看 墨老也是一脸震惊说道 有潜力可以接得下我三招 听完这话 陈二少悠闲坐下挥手道 这就好 那就不着急下去了 我现在很好奇 他手中的那个白色 包裹着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见过随手一砸 就把众人打得东倒西歪 可雪不止的人吗 赵少正搂着 微微向外走去 回头道哈哈 动静这么大怎么样 我就说吧 你小子纯粹就是 话还没说完赵少一脸惊恐 这这这 一众保安全都跪倒在了 夜无情面前 这时 夜无情缓缓坐下 对着一脸冷汗的赵少说 过来 此时的赵少结巴道 天 天都大酒店是陈家旗下的产业 今日即是陈二少的生日 也是他的订婚典礼 待会儿那蓝夫人也要过来 希望你好自为之 不 不要太嚣张 其他客人也好言相劝 这里毕竟是陈家地盘 小伙子好汉不吃眼前亏 见好就收 你就算再厉害 单枪匹马也斗不过人家 这年头 装波遭雷皮 夜无情轻哼一声 此时 赵少只想逃离 伸着颤抖的手指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登记 那就算了 在这里等着 那蓝夫人和陈二少一会 就会过来 夜无情拿起墓碑就丢了出去 轰一声巨响 墓碑直直地砸在了赵少跟前 夜无情站起冷冷地说道 记得你刚才说什么 打死了算 既然你起了杀心 那么 你今天就得死 赵少下的双嘴发抖 无形的威压 直接将他整个人压得跪倒在地上 赵少艰难抬起头咬牙切齿的 小子杂打呼呼的谁他压判 你敢杀我 这里是陈家地盘 你杀一个我看看 正当夜无情 要一脚裁断他脖子时 一声响起 住手 原来 是陈二少和墓老下来了 此时 我们的绿茶微大喊道 陈少您终于来了 这人不讲规矩进门不登记 我就劝了他两句 他就把人家推倒在地上 蛮横不讲理 而且还要杀赵少 气焰嚣张眼里 分明 没有您陈二少 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此时 赵少来了鄙气 臭小子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赶紧把老子搀扶起来 再跪下 让我砍上三百刀 话还没说完 哼 叶无情 一脚直接踩爆了他的斗头 此时的赵少总算安静 果然 奔跑中的女人最为养眼 对于嚣张的赵少 直接一脚踩爆 让他永远安静 叶无情轻踏脚步走向陈二少 冷冷地说到刚才 你是在吩咐我吗 陈二少被叶无情的气场 吓得浑身颤抖 直摇头不是 不是 站都站不稳 直接向后倒去 还好有莫老帮扶一把 众人惊讶陈二少 这是怎么了 对方 只是随意一个眼神就胆怯了 这还是那个嚣张拨护 欺男霸女的 东海恶少陈鹤婷吗 陈二少被莫老搀扶到椅子上 二少请做剩下的交给老夫吧 莫老看着叶无情 方才 我以为 你能在我手下走三招 现在看来老夫错了 你有资格就有十招 人均听后大惊 十招 莫老的 这番评价太高了 放眼 整个东海能 接下莫老十招的人 不出一巴掌 而且 都是些老家伙 莫老撸着骨子轻松道 这样吧 给你个机会 你要是能在 我手下撑过十个回合 不到我就放你离开 众人帮腔道 还不赶紧会险 你根本就不是莫老的对手 直接投降好了 免得丢人现眼 十时务者为俊杰 叶无情双手插带 你就是莫干 去万凤陵园八坟破油漆 那些人 是你派去的吧 莫老大惊 快打电话给黄毛 问问他万凤陵园什么情况 心想 难道 这小子和万凤陵园 埋的那人有关 他所带来的那块 白布包裹的东西 难道是 叶无情看后一挥手 不用打了 他们都被我杀了 莫老大怒 好小子有种 你到底是谁 叶无情轻蔑一笑 你没资格问 好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你见过黄金柱的墓碑吗 战神归来 却发现母亲的墓碑挖开了 墓碑上 更是写着 见人二字复仇从此刻开始 这老头不去找大妈跳绑长舞 却在这里 指着我说 要揍我 叶无情轻蔑地说道 既然你想送死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你若能接我一招 就算你赢 莫老大怒 黄望 随后 弓妖如猎豹般 向着叶无情飞奔而去 保安们激动到莫老杀了他 杀了他 莫老手中聚集一团能量火球猛地朝着 叶无情冲去 而此时 叶无情的左手 形成了一道光炫 修 远处的墓碑竟被隔空拔起 更是飞速朝着急跑中的莫老射去 莫老大惊不好 棒的一声巨响 莫老被砸中直接倒飞出去 沿着地面被推出去几十米远 他缓缓杀停 顿时 一口鲜血猛地喷出 你到底是谁 海东是什么时候飞过来 这么一条过江猛龙 叶无情 一脸轻松手指轻敲桌面问道 这里有玛瑙石榴吗 记忆中小时候 院子里面有一棵石榴树 是最甜的玛瑙石榴 那时候 母亲就坐在石榴树下洗衣服 自己跟妹妹则在石榴树下追逐打闹 莫老看着无视她的叶无情大怒 他们的老子在问你话 你跟我扯什么玛瑙石榴 你虽然厉害 但这里是陈家地盘 可可 陈家家主 陈霸道是海东第一高手 我劝你 劝你不要自悟 陈霸道 就是当初追求母亲的陈公子 现在是上官纳兰的账目 当年我以为 陈霸道是真心喜欢母亲 直到偶然间我 偷听到了陈霸道跟上官纳兰之间的对话 注意看刚刚还嚣张说 叶无情在他手里走不过三招的老头 竟然被叶无情一招打吐血了 就是这个男人海东第一高手陈霸道 当年追求母亲被拒而怀恨在心 联合上官 纳兰逼母亲跳楼自尽 老头欣喜以为 爆出家主名字后 把叶无情给震住了 在手下的搀扶下 嚣张地指着叶无情 跪在门外 先刻上一千个响头 家主向来仁德 或许会留给你个全尸 说到我问你有没有玛瑙石榴 有就说有 没有就没有 啰嗦 轻轻地一掌 直接让墨老包退出去 哄 狠狠地撞在墙壁上 碎石飞起 全场众人看着晕死的墨老 无意不是目瞪口呆 顿时鸦雀无声 陈二少你来告诉我 这里有没有玛瑙石榴 陈二少颤抖地白手道 没有没有不过 我可以安排人给你去买 麻烦快点我只要玛瑙石榴 而此时酒店五楼 温家和陈家正谈论 这温雪婷和陈二少的婚事 上官纳兰的妹妹上官速速 说到我姐姐和姐夫 因为要扩展家族事业去了国外 一时半会回不来 今日就有我主持这个订婚宴 还望温家主不要怪你 温家主客气到上官总裁客气了 你的身份地位 海东谁不知晓 这场订婚宴由你主持 已经是棚毕生辉了 雪婷等会记得 下去多和陈二少亲近亲近 其实温青山内心 根本不想女儿嫁给那个祸害 无奈 最近家族遇到一个大麻烦 放眼 整个海东 只有陈爸道有这个实力 雪婷 父亲知道你根本不喜欢陈二少 这次是父亲对不起你 雪婷知道 在个人的爱情观 和家族生死之间 她根本没得选过 只是 我的命是那个人给的 如果不是他 自己恐怕连坐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 只可惜 萍水相逢 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 就在这时门口冲进来一个保镖大海 上官总裁下面有人闹事 不但杀了赵少还打伤了墨楼 现在正在威胁陈二少呢 上官速速大怒 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这里撒影 此时 温青山装播地说 上官总裁这等鼠辈 和老你亲自出手 待我手输一封 足以将其震退 说着拿出文房四宝 提笔写上了温青山三个字 我只想说呵呵 注意看 见过劝架 用自己的字来劝的吗 写上自己的名字 竟就叫人送去 旁人更是舔着脸说 无有陈霸道 温有温青山 温家主的面子 谁敢不给 开心地拿着就懂 温雪挺起了好奇心 爸 我也跟着去看看 不得不说 女孩子穿旗袍 真是好看黑黑 温雪挺沿着楼梯走下 看着倒在地上的遗众 心想到底谁 这么大胆量 竟敢在这里撒影 随即他看到了 坐在一旁 喝红酒的夜无情 那个身影 那是 忽然美目一灯激动到 是他 是他 两年前 我和父亲出国洽谈业务 起料谈判失败 合作伙伴中途绑架了我们父女 当时 父亲拼尽全力 才让我逃脱 谁知 最后还是被追上眼看就要生死 就是这个男人从天而降 如古代侠客一样 硬是将两辆车子拍翻 不仅救了我 还救了我父亲 虽然只是一面之缘 但那道身影 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温雪挺含着泪 跑向夜无情 而此刻 陈二少有位未婚妻是来看他的 心想追他这么久 一直冷冰冰的 而今天却如此的热情看来 他想开了 紧接着一脸幸福地张开双手 雪挺我没事让你担心了 谁知 温雪挺 直接越过陈二少 一把抱住夜无情幸福地说道 这些年 你让我想死了 这一幕让众人八卦心四起 难怪这人表现得如此深仇大恨 原来是为了温雪挺 在这订婚宴上 直接给陈二少戴绿帽 真是太牛了 此刻的陈二少 泪流满面地在风中凌乱 夜无情也认出了他 原来是当年随手就下的幼石玩伴 记得小时候 我跟妹妹经常被他人欺负 好几次 都是温雪挺身而出 固住了我们 这份恩情一直没敢忘 温雪挺害羞地说道 上次谢谢你救我和父亲 要不是你 我们已经死了 转眼三年过去 我以为今生见不到你了 当时你走得匆忙 都没来得及道谢 对了我叫温雪挺 你叫我雪挺就好了 还不知道恩人大名呢 我叫湛飞 这是夜无情诸多化名中的一个 雪挺惊讶到你也姓湛 真是太巧了 我有个朋友 他也姓湛 只可惜 好多年没见了 夜无情说 缘分到了 终究有一天会相见 此刻楼上正其乐融融 以为事情都解决时 他房门被打开 温先生 外面那个人 你见过吗 这个人订婚宴 直接被未婚妻给戴绿帽了 独留自己在寒风中凌乱 温先生不好了 麻烦您跟我来一下 两人急步走出 温青山居然发现自己的女儿 居然跟一个陌生男人搂搂抱抱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 上官素素也跟着出来了 微笑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我那外甥 又做出了什么荒唐的事 走到温青山身边一看 温雪挺面露微笑地 居然被一个男主抱着 随即大怒混着 温青山 楼下那个跟你女儿 搂搂抱抱的狗玩意儿是谁 堂堂黄花大闺女 竟然当着未婚妇的面儿 跟一个陌生男子 轻轻握握 这成何体统 还要不要脸了 温青山急到我 我也不知道啊 心想 刚刚还吹捧三字退敌 怎么结果 把自己女儿给搭进去了 我不管 温先生 此事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不能因为你的女儿不检点乳 没了陈家门妹 否则 我解个那关 恐怕过不去 温青山制止道 上官总裁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 前不要乱下定论 我女儿什么品行温猛 心中清楚的 我这就下去 看看怎么回事 雪亭 大庭广众之下 你在干什么 雪亭 一看是爸爸来了 也略微不好意思地 推开了叶无情 小跑到温青山身边 爸你快看 我们的大恩人出现了 你不是经常在家念叨他吗 温青山大喜 这 竟然真的是恩人 双手握住叶无情的手机动道 恩人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此时也是面露疑惑 不过仔细看你很面熟哦 爸我都问过了 恩人也信战叫战飞 不是当年的那个人 叶无情也很认同他 举手之劳合足挂齿 才记得小时候 温雪亭 经常拉着我们去他家做客 每次温青山 都亲自下厨 给我们做一大桌好吃的 身为温家掌舵人 却可以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此时 陈二少拉着上官诉诉 呼诉道 小姨你要为我做主 这混蛋太嚣张了 上来就要找我妈 而且 莫老和保安 都是被他给打了 上官诉诉 听完后 双手插腰嚣张到 贺庭你放心 我看 谁敢在我陈家地盘上撒矣 愤怒的指着温青山 这就是 你给老娘的解释吗 马的 纵容女儿 跟这么个狗砸碎钩的 早知你女儿 是这么个骚蹄子 就算是跪着倒贴 我们都不稀罕 温青山大怒 嗯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 此时 温雪亭也抽气着 你怎么可以骂人 叶无情轻轻拦下雪亭 冷冷到 怎么想要动手 刚见到小时候的玩伴 还没好好叙旧 结果 一个女人跳出来 大骂他骚蹄子 更是让他泪眼朦胧 这不找打骂 上官诉诉 一听如此的嚣张 直接挥手大喊 西风先生 此时一个长发飘逸的中年男人 从楼梯上默默走来 属下在 这时 温雪亭急忙说道 这人叫西风烈 是陈霸道 手下有名的阴犬 助纣为虐 干了不少 桑尽天良的坏事 人送外号催命看官 莫干更是连他三招都接不下 你要小心 陈二少如看到救命稻草一样 西风先生 不要直接杀了 那样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下半辈子生不如死 敢抢我未婚妻 我堂堂陈家二少 何时受过 这等歧视大力 这时 莫干也被扶起 艰难地说道 老朽的仇 也能报了我要看看 这小子怎么死 西风烈冷冷地看着叶无情 年轻人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臣妇或者死 陈二少听后 草便宜你这小子啊 不过 今后作为我陈家的狗 还不得乖乖 听本少爷话 压得还有你这个贱女人 胆敢当众勾引男人老子 现在就教训教训 温雪婷 吓得躲到叶无情身后说道 陈鹤婷 我根本不喜欢你 拜托你以后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陈二少怒道 我去你的 勾搭上这个狗玩意儿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就在这时 叶无情 伸手到陈二少脸庞 连着拍打道 我让你买个马脑石榴呢 陈二少气脑地拍掉叶无情的手 都什么时候了 还敢提着 西风先生快灭了这狂徒 年轻人活着不好吗 你真的忍心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 叶无情如没听见一样 录着沙翼问道 我的马脑石榴呢 浓烈的沙翼 让陈二少不由自主地后退 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嚷嚷道 西风先生救我 慌慌慌 西风烈 朝着叶无情跑去 每一步都能轻易地踏碎大理石地面 可见威力无穷 此时的陈二少 露出阴狠的表情 老子 已经想好了猪斑酷刑待会儿 这小子落败 不会一一折磨他 温家 两人也是大吉 此时 手握能量火球的西风烈说道 你现在臣服一晚 死吧 此时西风烈朝着叶无情杀去 突然发现 叶无情腰间的一块黑色腰牌 当即就认出 这是战役铁骑将领所配备的腰牌 当年 龙鹊台一战十万战役铁骑 横扫墨北 驱除达鲁 一举收复失地 这是定顶的一战 只有战役铁骑的将领 才有资格佩戴这枚腰牌 想当年战役铁骑招兵买马 我也曾去应征过 只可惜 在第一轮就惨遭淘汰 但是据我所知 战役铁骑将领所配备的腰牌的等级 最低等的是铁骑的 在网上就是同质白银黄金 以及至高无上印有大鹏图案的战役腰牌 这小子的黑色腰牌 应该是从网上买来装拨用的 想清楚 这一切 西风烈猛的一拳打去 更是装拨的说 这年头一些小年轻 为了装拨可什么荒唐事都能干得出来 然而 这一拳 什么都没打到 西风烈惊讶地发现 叶无情居然出现在了陈二少跟前 叶无情继续问道 马脑石榴呢 西风烈看着无视他的叶无情 怒举拳头向他杀去 卧槽你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里装拨去死吧 叶无情冷冷地回头看去 这时 西风烈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叶无情身上 进风吹起腰间腰排 叶无情周身突然形成一个能量气罩 西风烈此时惊讶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 传说的气筋护体 还有那是大鹏图案的战役腰排 这是只有战天地一人才有资格 配备的战役腰排 突然的惊吓 让他浑身发软 猛地跪倒 在地磕起头来 这一幕让上官速速看傻眼 连茶杯都掉了 西风先生 怎么个情况 你是不是突发什么急症 陈二少也急得大海 还愣着干什么 快打120 此时 绿茶表也跳出来说 店里有急救药 你见过吗 这老头知道 战天地真实身份后 为了保命 直接把自家主人一顿暴打 希望可以留条老命 鼻青脸肿的上官速速 还是不服输的大骂 狗砸碎 西风你这个老东西 竟然联合那个狗玩意 打我上官家的人 我要把你们剁碎 了胃口 就在这时 门外 冲进来了一个满身煞气的人影 是坦克 此时的他 满脸杀气 坦克一把抓住上官速速的小腿 吓得他直喊你是谁 你干嘛 回应他的 却是强有力的一摔 强大的力量 竟让地面都碎裂 坦克缓缓地拎起口 吐鲜血的上官速速说道 对王爷不禁止 杀无赦 说着 再次把上官速速 摔向高空 轰的一声 再一次和地面 来了个亲密接触 众人看着凶猛的坦克 和倒在废墟的 上官速速都默契地向后退去 上官速速到这一刻 才可这血求饶 不过已经晚了 坦克双手举起锯锤 以天崩地裂之势 猛地砸下 周围的安保 都被这股冲击力 给弹飞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的坦克 轻蔑道 切 而后来到战天帝 身边恭敬道 王爷目的那边 有其他兄弟看着 我过来看看 你有什么吩咐 这时坦克 突然看见 站在远处的西风烈他们 你们大胆竟然站着 先吃我坦克一大锤 西风烈应声跪倒 太恐怖了 随便一个属下就如此站立 这铁锤要是砸在我身上 不死也得残废 莫老也是乖乖跪倒 心想这壮汉如此厉害的人物 都老老实实地站在 这年轻人身后 这个年轻人势力的 逆天道何等程度 而此时站天帝微笑道 喊克 这里不是战场 你那贱东西 就砸得臭毛病给改改 你见过吗 就是这个女人 因为嘴臭 竟被一壮汉一顿暴揍 更是吓得众人排着队跪倒 陈二少 双腿 一跪结巴道 饶命 千 千万不要杀我 战天帝嬉笑地拍着他脸 我要的东西呢 陈二少急忙看向手下 石榴呢 马脑石榴呢 拿到石榴的陈二少 恭敬的双手奉上 对不起 您 您要的马脑石榴 战天帝开心结果 心想 正好把这个石榴送给妹妹 给她一个惊喜 陈二少双手和十几求道 我爸妈都去国外了 要不 您改日再来造谈 既然你母亲不在那 你就替她接下这东西 告诉她我一个月后 我来面临满门 说着直接丢出墓碑 墓碑直接砸中陈二少 烟雾散去陈二少慢慢爬起 好似看见了 什么眼中满是惊恐 一声惨叫传来 墓碑直接砸断了 陈二少的双腿 鲜血直流 战天帝慢慢走向上官素素 抬起脚准备抬下 此时的上官素素 依旧嚣张叫嚣道 你别嚣张 等我姐夫回来 定要狠狠收拾你 而战天帝 只是冷冷地说了句 亵渎天王者 说完就是一脚重重地 踩在上官素素脸上 做完这一切 头也不回地和坦克 一起向门外走去 此时的上官素素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画面一转 坦克问副作的战天帝 王爷 我们去找无双吗 战天帝抚摸着十六叔说道 不错 这一刻 他已经期待很多年了 既然已经探明下落 自然要去和他团聚 此时来到了海东一中 是海东最好的高中 当时妹妹 已全是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路 妹妹现在的名字叫龙一丹 当初妹妹先是被小姨接走 后来为了躲避上官纳兰 跟陈霸道的监视 无奈之下 小姨又将她寄养在了 她的一个闺蜜家中 这一晃就是十年 占天地 看着文件上妹妹的照片 心想抖的时候 还是个小学生 现在已经是一个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而此时 身边传来了几个 小混混的说话声 这不刚准备开心地 迎接十年没见的妹妹 结果 又有人跳出来惹事了 长毛对和大哥说道 那小妞儿绝对点的正 长得那叫一个水灵 皮肤更是嫩的 都能掐出水来 绿帽也猥琐地说 不愧是海东一中的校花 我敢肯定 那妞儿肯定还是个虫儿 今晚老大算是有福了 飞机头看着小弟 怎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去 那妞儿可是老大看好的咱们 只负责抓人 你们可别打什么歪主意 胡哨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小弟们急忙说道 彪哥 我们只是随便说说过过嘴影了 飞机头发话 待会儿记住了 等那妞儿放学了 到了没人的地方再动手 神不知鬼不觉最好 绿帽很吃自信 放心吧彪哥 保证把事办得漂漂亮亮 我们事先已经打听好了 那妞儿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 没啥大本事 事后 让普少随便给点钱吓唬一下 这事就过去了 这时 飞机头直接一巴掌 固在了绿帽脸上 指着绿帽说道 好 普少能看上那妞儿是他的福气 要你压的钱 放心 等普少爽完了之后 我们再玩爽玩爽 现在去 让那辆车挪开别碍事 绿帽猛地拍打着车窗 把车开走别耽误 搁几个办正事 以占天帝的听力 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们在讨论什么 这群混蛋 光天化日 竟然想着为非作来 这事 既然让我占天帝碰上 自然不能不管 于是冷冷地说道 给我倒杯茶 可以免死 你知道吗 这几个小混混很嚣张的 谈论绑架计划 占天帝说 只要倒杯茶 就可以免死 这可让不知情的绿帽火大了 你说什么 他码的老纸 让你滚蛋 你让老纸 给你倒茶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马勒哥毕滴 这时飞机头 走过来嚣张地说 让我看看 哪个王八高子 敢不听话 绿帽指这站天地 马毕滴就是这孙子 还他马让我给他倒茶 这话引来了一众 混混的哈哈大笑 飞机头看着纸杯 眼睛一亮 好你不是要茶吗 说着就去到一边 脱下裤子 老纸给你来杯 热乎乎带泡沫的 混混们嚣张的鼓掌 飙哥威武 请他喝自酿啤酒 便宜这小子了 长毛突然发现 学生都放学了 看着占天地还没来得及 喝啤酒 恶粉粉道 便宜你小子了 说着就把一杯啤酒 拨向了车窗 此时龙一丹和同学 有说有笑地走出了校门 眼睛没突然惊呼 不好你看那边 前两天骚扰你的 那几个流氓 又过来了 飞机头几人 猥琐地扣着搁支窝 黑黑直笑 几个女生害怕道 我们还是赶紧找老师吧 这些人太猖狂了 此时一个女生 却笑着对紫发女孩说 看那群小混混又来了 紫发女孩却是一脸幸灾乐祸 该长得跟个狐狸精一样 一看就是个浪货 更是大声地对着龙一丹说 就是人家为什么不骚扰别人 单单骚扰她 正所谓苍蝇不丁无缝蛋 哈哈 此时飞机头搓着手 黑黑小丫头 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这时跑出来几个正义的男生 阻止道 这里是学校 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飞机头听后 愤怒地一把拎起她的领口 一群小屁孩 老子就是王法 说着就是给了一拳 龙一丹大喊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此时的飞机头伸长着舌头 更见了 小妹妹别躲了跟哥哥走吧 就在魔爪 越来越近时 一辆摩托急冲而来 一个长发欲姐 直接停在了龙一丹面前 一丹快上车 原来是夏老师 小混混们 只能恶狠狠地看着龙一丹 他们驾车逃去 此时绿帽急到 大哥那小妞被救走 要不要去追 飞机头狠狠地给了绿帽一棒指 追你妹啊 人家骑摩托你两条腿 能追上吗 你知道吗 这个美丽的女孩 即将被小混混飞里 还好有玉姐老师帮忙逃走 看着离去的两人 而此时的飞机头一点也不慌 叼着烟熙笑道 一点头脑都没有 这年头耍流氓 也需要技术含量赌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那妞儿的老爸 在夜市上摆摊 肯定是奔他老爸去了 刚好 大爷的肚子 也饿得咕咕叫了 顺便去吃一顿霸王餐 两个小弟连忙跑道 彪哥英明 跟着彪哥吃香喝辣的 还有妞儿睡哈哈 车里的占天地 自然是目睹了一切 自然也知道了 他们要绑的是谁 找死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骑着机车飞驰着 来到了一个烧烤摊 这个男人就是龙一丹的养父龙东强 爸 我放学了 龙东强严肃道 赶紧去做作业 这里没你的事 热情地朝着夏老师说 你也来了 两腿 马上就烤好了快坐下来尝尝 夏老师录着秀发说道 是极力要紧 夏老师有什么事比吃饭重要 我这都烤好了 你就别客气了 而此时 龙一丹俏皮地躲在夏老师 身后轻声道 老师 先前的事情 千万别告诉我爸 免得他担心 此时龙东强手捧蛋糕开心道 丹丹 生日快乐 同时也略带歉意地说 对不起 爸爸没能力给你买更大更漂亮的蛋糕 也买不起昂贵的生日礼物 千万不要怪爸爸 龙一丹看着处处为他着想的爸爸 更是感动得泪流 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乱花钱 你看你买什么蛋糕 能吃上你 亲手烤的羊腿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知道吗 每个幸福的孩子 背后都是父母默默无言地付出 今天是龙一丹的生日 丹丹 赶紧许个愿吧 龙一丹双手合十前程道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父母健康平安 第二个愿望是希望已经去天堂的亲生母亲 能远离仇恨纠纷 永享安宁 第三个愿望祈祷我们兄妹 能早日团聚 也不知道那失踪十年的哥哥 现在过得怎么样 天冷了 有没有人他夹衣服 生病了身边有没有人疼 就在这时 吱嘎一声 一辆大巴车急停在了烧烤他门口 是飞机投他们 此时 飞机投嚣张道 卧槽难怪 跑这么快 我还以为赶着去投胎呢 原来是过生日 紧接着一把抓起蛋糕 塞进嘴里吃起来 还嫌弃地说 嘿 他压得这叫什么破蛋糕 带着一股尿骚味 说着就猛地一把先翻了摊桌 穷鬼 连他好点的蛋糕都买不起 他妈的 还算的男人吗 活着有什么意思 此时 夏老师勇敢地挡在丹丹面前 吃喝倒 你们太过分了 龙一丹是我学生 你们敢动他试试 飞机投一脸迎笑 嘖嘖 哥就喜欢你这种有魅力的女人 还是个老师 今晚可是有口服了 对于这样的调戏 夏老师直接就是 愤怒的一巴掌 飞机投怒道 好好好 打得好 今晚看我折腾不死你 来人 给我拖车上去 此时 龙东墙陪笑着说 慢着 慢着金哥 冲动是魔鬼有事好商量 我请几位大哥喝啤酒吃烤羊腿 先消消气 其他事慢慢说你看行不 也行 大爷我刚好也饿了 赶紧上烤羊腿 你们这些人 我待会再收拾 要是赶跑 我弄死你们 这时 飞机头边啃的羊腿 边色眯眯的盯着两美女 龙东墙也趁机打电话叫大鸡哥过来 应该不会有事了 心想都是命 当年有钱的时候 这些人哪敢对我这样 如今混的人不认鬼不鬼的 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十分钟后 大鸡哥来了 龙东墙双手捧着一塌钱给他 说道 大鸡哥这件事就拜托了 大鸡拿着钱 好说 刚好老子也没吃饭 这饿着肚子怎么弹 赶紧给再烤一条羊腿上来 龙东墙连忙应声 好的 好的 龙东墙掏巨资 请大鸡哥帮忙解决事情 此时 大鸡和飞机头勾肩搭背喝着啤酒 来 大鸡干了这杯 今天喝得通快 片刻后飞机头吃饱喝足 踢着牙说道 这样吧 龙东墙 看在大鸡的面子上 老指 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龙东墙听后一喜 心想两千块的调节费 总算没白花 彪哥终于啃松口了 飞机头继续道 这个月的保护费 你交一半好了 不过你女儿必须跟我们走 说着 更是拔出了刀 胡哨看好了她 今晚就要拉她过去事情 不想死的赶紧给老子把人交出来 否则 别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龙东墙面色一冷 随即陪笑道 彪哥说笑了 我女儿才上高一呢 还是个小孩子 要是其他事都好商量 话还没说完 飞机头直接一巴掌 扇在了龙东墙脸上 卧槽 穷光蛋一个 你他压也有资格 跟老子商量事 还以为自己是当年的老板 此时 大鸡也调侃起来 龙东墙 做人要之劲退时时务 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斗不过普哨的 乖乖的 让他们带走你女儿 你什么事都没有 龙东墙硬着脸 捏紧拳头 愤怒到颤抖 暴墓道 放屁 你仍还有三分土性呢 谁敢动我女儿 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大鸡也觉得 丢面大声赤河 鸭的 吼什么吼 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看在两千块钱份上 老只管你这破水 此时 龙东墙直接 被绿帽他们抓住双手 猛的一按 直接让龙东墙跪倒在地 飞机头对着龙东墙 就是一口口水 普哨看上你女儿 那是他的福气 好过你这个穷鬼 连个好点的蛋糕都买不起 做生意活该被人骗 你就是个倒霉鬼 谁跟着你谁倒霉 小混混猥琐地盯着两美女 小妞乖乖地跟我们走 哥哥可以不动粗 此时龙东墙愤怒地挣扎起来 直接挣脱两个小混混 大怒道 畜生 我跟你们拼了 你知道吗 在女儿有危险时 在懦弱的父亲 也会疯狂起来 龙东墙挣脱小混混飞奔而去 此时的龙东墙 一脸凶狠一手抓起板凳 对着飞机头的头 就猛地砸了下去 可是 飞机头到底强壮 尽管被砸得嘴角流血 但也没什么大事 抬脚 一脚 直接把龙东墙踢的口铺鲜血 倒地的龙东墙被一众小弟 拳打脚踢毫无招架之力 而就在这时 龙一丹冲进来 猛地把小混混们推开 不要打我爸 吃瓜群众看着此时景象也不敢上前 在那议论纷纷 这对妇女太可怜了 没办法飙哥 这台东夜市的一爸 谁敢惹啊 只能认倒霉啊 就在此时 战天地开着车总算来了 猛地对着飞机头 他们的面包车撞去 慌 巨大声响让飞机头都吓了一跳 车门打开 战天地缓缓地一脚跨出 慢慢地走向飞机头 他们冷冷道 怎么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不觉得脸红吗 这时人群中的女孩又不矜持了 天哪好帅气的男人啊 岂止是帅气啊 简直就是 我见过最英俊的美男 不行了 人家的小心肝在砰砰狂跳 祸不及待地想要跟他约会 此时 龙一丹 他 他是 龙一丹走到战天地前面 缓缓伸手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 朝思暮想的男人 犹豫地问道 哥 是你吗 战天地开心地张开双手 是我 我是哥哥我回来了 此时的龙一丹 不敢相信地掐了下自己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我这不是在做梦 哥 真的是你 龙一丹一把抱住战天地 开心地大喊 你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哥你知道吗 刚才 我还在对着生日蛋糕许愿 希望能跟你早日重逢 没想到 这个愿望 这么快就实现了 哥你今后不走了吧 就在龙一丹和他父亲 即将被小混混伤害时 那个男人终于来了 战天地抱住龙一丹 笑着说道 不走了 从今天开始 哥天天陪着你 谁要敢欺负我妹妹 就是在跟我作对 战天地瞥了一眼飞鸡头 心想 我战役天王全清 半壁江山 当年我以弱贯之灵 登陵王位 官宣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举国上下 仅我战天地 一人有这般殊荣 所以 我的承诺便是金条铁律 无人可撼动 飞机头愤怒地 看着翻倒在地的大巴车 指着战天地大骂 我去你姥姥的 原来是校门口喝尿那小子 先前老子没教训你 疲养了是不 难怪跟条狗一样 跟过来 原来是这妞的哥哥 识相地 拿出120万赔老纸 被你撞废的车 否则 老纸 让你走不出这夜市 面对飞机头的威胁 战天地一如既往的无事 说二 我记得 今天不是你过生日 天前的今天 小姨把我送了过来 爸爸为了纪念这特殊日子 就把这一天定为我第二个生日 当然也不耽误过第一个生日 战天地恍然大悟 接着走向汽车 一手托着玛瑙石榴说道 这是哥哥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无双开心的结果 是我最爱吃的玛瑙石榴 飞机头黑着脸 看着香檀圣欢的两人 卧草 够目中无人的 把老子的车都撞扁了 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老子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狂的 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说着就要动手 这时大鸡拉住飞机头 彪哥彪哥 让我先过去跟这小子谈谈 摸摸底细 实在不行 再动手也不迟 好 那老子就给你个面子 这时大鸡对着战天地说道 小伙子 撞人车是不对的 太不文明太不礼貌了 自说自话道 这样吧 看在龙东墙的面子 你赔人家一百万 然后再磕头赔罪 直到彪哥满意为止 而此时的战天地 完全没听见 刷儿 等吃完石榴 带我去小姨家 十年没见她了 也不知道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乌双说话犹豫道 小姨 嗯 战天地急忙问道 刷儿 告诉我 是不是小姨出事了 小姨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是一两句话 也说不清楚 你知道吗 刚刚和十年没见的妹妹相遇 还没来得及好好聊聊 边上的混混 就叽叽喳喳的不停 战天地安抚着乌双 等回家我慢慢跟你戏说 此时大鸡气炸了 好小子 够狂 希望你待会儿 还能这般的目中无人 于是对着飞机头一众大喊道 彪哥 这家伙面生得很 绝非海东各大家族的富二代 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后的青瓜蛋子 此时的混混们 手拿刀棍 飞机头嚣张地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上 砍死这个王八蛋 看着嚣张的混混们 战天地把吴双护在身后 不要怕 留我在 此时 战天地 冷冷地看着提刀 向他砍来的混混 嬉笑道 刚才让你到的茶呢 绿帽男听后大怒 过早 死到临头还他压的狂 喝你妹的茶 这时 西瓜刀猛地砍下 战天地轻松抬手挡住这一击 随即一击走击 绿帽的刀脱手飞出 自身也跟着刀飞出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根棒球棍猛的迎面来 换了别人可能会被打中 但这时战天地 一个下腰轻松躲过 紧接着流星般的一拳 直中小混混复复复 巨大的力量 直接让他起飞了 就在这时 一个混混在身后 挥舞着棒球棍 准备赶偷袭 战天地回身 左手一台挡住攻击 右手成掌猛的游下而上 一掌打在混混的下巴上 直接把他打腾空了 看着混混被干到 又一个小混混 从身后 拿着长棍 冲向战天地 准备来一波偷袭 这个男人被小混混群殴 结果一拳一个 小混混们完全摸不到他衣角 这时 一个小混混提棍偷袭 面对小混混的横扫 战天地向后一仰 凌空跃起 抓住小混混的手颈 接着猛的一个西撞 就在这时 又一个该溜子 踢着棒球棍 对着战天地脑袋 就要下死手 战天地 一个侧闪躲开强力的一棍 紧接着急速的一拳 该溜子竟直接横飞了出去 一帮混混 被战天地都打翻在地 震惊的场面一时间 让在场的众人都惊叹不已 忘记了说话 此时 飞机头的烟都吓掉了 娘啊 这是真的吗 这时战天地指着飞机头 来来 飙哥是吧 你过来 我有话要问你 飞机头一脸冷汗 强装镇定的咽啊 咽口水说话道 臭 臭小子 你 你不要猖狂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有种让我打个电话 战天地一手插着口袋自信道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此时 飞机头蹲在一旁 小声嗶嗶 还不忘叫消响 等着 我表哥马上就带人过来 妈的 到时候 一人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 这时 大鸡也来了底气 小伙子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是吧 先前你要是听我的话 和至于 闹到这般地步 飞哥的表哥是要哥 是这一片的老大 手下养着几十号人 就连我都以他马首是瞻 大鸡搂着嬉笑的飞机头 继续说道 你现在乖乖地 把你妹妹交出来 然后拿出一百万 再跪着爬过来 给飞哥道歉 或许还来得及 否则 要哥一道 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这时 龙东墙他们 也都走向战天地身边 你就是一单的亲哥哥吧 紧张的他 一把抓住战天地好心劝道 孩子 听叔叔的话 赶紧跑 要哥心狠手辣 咱无权无视的 根本就惹不起啊 战天地刚刚解决完小混混 结果 飞机头又要喊个大混混来 龙东墙害怕战天地吃亏 拉着他就要他跑 指着前面一家店说道 原先那是家网咖 老板因为不交保护费 被要哥知道了 当晚 老板就出来车祸 高位截肢 网咖也黄了 事情虽然闹得很大 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而此时 战天地拿起一个凳 回头说道 龙叔您坐 这些年多亏了 你照顾我妹妹 余生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有我在保你一世的荣华富贵 此时大忌他们听到 战天地这么说孝道 小子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 还大言不惭地保人家荣华富贵 这么大个人了 说话 也不知道过过脑子 龙东墙一脸冷汗 完全不相信地劝说道 好孩子 你的心意我领了 快带着一单赶紧跑 这里我顶着 龙一单 也是一脸紧张之色 哥 虽然你厉害 但终究是孤身一人 蒙古架不住群狼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战天地轻易地摸着妹妹头发 谁说 哥哥是孤身一人 在我身后 可是有千军万马 十万热血儿狼 铁梯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这话又引得飞机头哈哈大笑 指着战天地 曹 吹牛都不打曹稿 还千军万马 十万热血儿狼 让他们滚出来给老子看看 话刚说完一辆汗马猛的停下 紧接着 一辆又一辆的车把整个场地给包围了 这时车上来了两人 人群中传来声响 是要哥来了 此时 耀哥 吐了一口烟消张道 把那不长眼的狗东西带过来 飞机头搓着手 是 表哥 飞机头大步走向战天地喊道 你个狗东西 没听见我表哥发话吗 赶紧滚过去 哈 战天地直接一巴掌扇飞了飞机头 大吉此时 也是冲上来怒斥道 混账 当着要哥的面 你还敢如此嚣张 我看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大混混要哥出现了 飞机头本 以为妥了 结果 被占天地一巴掌扇飞 接着 大吉又来叫嚣 不出意外 又是抬手一巴掌飞出去十米 此时爬起来的大吉喊道 耀哥 这家伙当着你的面 就敢如此猖狂 分明就是没有把名放在眼里 这时耀哥一边啃着 烤羊腿一边说 狗东西 当着我的面 还如此猖狂 我数到三 赶紧跪着给我爬过来 此时 耀哥伸出一根手指数道 一 这一刻夏老师 和龙东强真的 被吓住了 这时夏老师 跳出来说道 耀哥 我是夏家的夏清禾 还请你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 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此时 夏老师内心也是对战天地安安不喜 本以为 一单哥哥 有能力解决面前的困境 可谁知 也就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 把耀哥都招来了 闹到现在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这就难办了 只听见要咯冷冷道 哼 夏家 就是你爷爷夏叔寒来了 也没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更何况 你个黄毛丫头 夏老师拍着胸脯 耀哥 一单是我学生 无论如何 我这个当老师的 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把她带走 战天地认可地看着夏老师心想 一个弱女子能顶住压力 说出这番话 勇气可嘉 于是对着夏老师说 夏老师 我替妹妹感谢你 往后有什么事 我罩着你 夏老师愤怒地看着 恨铁不成钢的战天地道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事情都被你给搞砸了 你现在连自己都罩不住 还想照别人 此时 耀哥冷冷地说 二 结果紧跟着战天地就嬉笑地说 一 耀哥狠狠地咬了一口羊腿 猛地转身 看向战天地目睹 狂妄 然而当他看清战天地样貌时 他傻了 整个人如五雷轰顶后 颤抖不语 什么 卧槽 怎么会是他 原来这个耀哥 就是开始时候 天都大酒店的保安部经理王仙耀 人称耀哥 耀哥装逼翻车 浑身颤抖 我去 居然是他 这时 飞机头看着耀哥说 你看这小子肯定是疯了 看把表哥都气得发抖了 顿时底气十足指着战天地 你个狗玩意 我表哥面前 你还如此猖狂 压得赶紧滚乖跪铁 大忌也狠狠到 你要是方才听我的磕头赔罪 何至于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境地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此时 绿帽也爬了起来 拿着杯子 就往里面涂了口口水 嚣张地走向战天地 来吧臭小子 你要的茶水 哈哈 这情形 可是把药哥急得咬牙切齿 猛地对着绿帽 一巴掌赤河道 喝尼亚的茶水 不长眼的狗玩意 敢对战先生如此无礼 你他妈活腻了 说着 更是把水往绿帽嘴里灌 这可把飞机头搞傻了 表哥 这 这怎么个情况 回应他的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要哥愤怒道 还尼马问 怎么个情况 老子还问你呢 竟敢的对战先生 边说边往飞机头脸上呼 你有几条命 你想死别拉上我 这时 大鸡看出点苗头来 心想要哥这是怎么了 看这架势情况 不太妙啊 笑嘻嘻地说道 要哥 我这儿 还有点事 就不打搅了 我先走 话没说完 要哥也是赏了他一巴掌 强力的一击 直接让他砸到了地上 马德 得罪了战先生还想走 我走你压的 此时 大鸡被打一脸猛逼 要哥 我就是个化石人 这里头正没我什么事啊 要哥看着 逼逼刀的大鸡就火大 还敢跟老子顶嘴 边说边是一顿猛踹 打爽大鸡后 王先要惊恐地 跑向战天地 颤抖地说 战先生 对 对不起 猛地跪倒在战天地面前 拼命磕头 小人真的不知道是您 求您宽宏大量 饶 饶过我这次 吃瓜群众看着这一幕 也不敢置信 台东夜市的一把要哥 竟然跪在这家伙面前 就是怎么回事 我都看不明白了 要哥怎么跪 龙东强也是不敢相信 但也明白了什么 没想到 一丹的哥哥身藏不露 女儿总算是躲过了这一劫 只是 今晚这事的幕后非手可是补哨 普家在海东的势力 丝毫不亚于海东第一高手 陈霸道的陈家 夏老师 虽然也是很惊讶 但是 内心还是不怎么认可 没想到爷爷的名头 反而不如一个年轻人 但就算这样 他只不过是个能打的马不罢了 此时 战天地眉头紧锁怒道 龙一丹是我亲妹妹 这些人打他的注意 换作是你 会这么轻易放过吗 滚开 说着就是一掌挥出 王仙要倒飞出去 慌的一声撞在了一块石板上 才堪堪停下 此时 战天地喊道 过来 这时他的手掌成着蟒的一用力 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 十米开外的绿帽 竟然就被这样瞬间给吸了过去 手掌更是直接掐住了他的喉咙 战天地微微一笑 让你倒得茬呢 无法呼吸的感觉 让绿帽害怕极了 我错了 我这就是去 话没说完 直接被战天地猛的一甩 砸了出去 教训完绿帽战天地回头看向飞机头 直到这一刻 飞机头才真正的害怕到腿软了 战战利利的说道 战 战先生 我也是奉了普少的命令 是普少看好了您妹妹 我就是个跑 跑腿的 幸苦的我 自然会去找他 不过现在先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 你知道吗 大名鼎鼎的要哥 此时像这小丑一样 疯狂的磕着头 飞机头此刻害怕极了 战天地一把抓住飞机头的机关 如托死狗一样 拉到自己的车前 看着车窗上残留的啤酒 这是你先前的杰作 给我舔干净了 飞机头看着车窗的残留物 自己心里可清楚 这可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热乎乎的啤酒 这怎么舔 于是 狠狠瞪着战天地说道 战先生 做人要讲道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您这么羞辱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什么 现在打不过了 就开始跟我讲道理了 先前你往我车上泼尿的时候 道理哪去了 紧接着 猛地按着飞机头的头往车上蹭去 此时的飞机头口鼻 都是鲜血 战天地嚣张道 还跟我讲道理 就凭你也配 说着继续把飞机头 按在车窗上擦拭 看着满脸鲜血和污垢的飞机头 战天地恶狠狠道 麻烦给我舔干净 可以吗 飞机头被折磨得都扑了 当 当然可以 这时飞机头 再也不管啤酒有多恶心 伸着舌头 就在那认真的舔着 此时战天地看着倒坐在地上的大鸡 你过来一下 刚才你不是说 要让我跪舔吗 大鸡顿时吓得爬起 踏着亮枪的步伐 好像战天地 猛地跪倒在战天地面前 双手抱拳 战先生 我错了 该跪舔的应该是我 说着 就要去扶战天地的香港脚 战天地 又怎么能让男人舔脚 潇洒一巴掌拍飞 大鸡却好似被卡车撞了一样 猛地砸在地上 你见过吗 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大鸡哥 想跪舔战天地 结果还被一巴掌拍飞 战天地的魔抓慢慢伸向大鸡 就凭你 也配跪舔我 说着顿时一把掐住了大鸡喉咙 鲜血猛地从他口中喷出 紧接着左一巴掌右一巴掌 都扇出节奏感来了 打完后 狠狠地把大鸡砸在地上说道 来 告诉我 哪里错了 此时大鸡颤抖的科学解释道 我身为这片的画石人 不 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是我的错 都 都是我的错 结果迎来的 还是占天地的一嘴巴 随后冷冷地说道 既然知道错了 那应该怎么办 听到这话 大鸡恍然大悟 总算明白了什么 看着不远处的龙东墙 边跑边说 对不起龙哥 之前是我的错 是我狗眼看人爹 得罪了您 紧接着猛的衣柜 抱住龙东墙大嘴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求求您了 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正在舔车窗的飞机头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悟了 大车大悟 亮枪地跑向龙东墙 亲切道 龙哥 龙哥 说着也是贵倒在龙东墙面前 一手抱住大腿哭喊道 您是我亲哥 求求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吧 之前您的那些保护费 我双倍 不时被奉还 多余的 就当是给您押金了 此时 绿帽也亮枪地喊道 龙哥 龙哥 顿时 所有的混子 全都贵倒在龙东墙面前 争先恐后地喊着 求您饶了我们这次吧 你知道吗 前面还被小混混 欺负的龙东墙 此时已成为了 他们的救命稻草了 湛天帝瞥了一眼 后方的王先耀 此时的王先耀 跪在地上哭诉 湛先生 饶命 饶命啊 这 这是 真的不怪我啊 湛天帝听后 邪魅一笑 我可从未说过怪你 王先耀一听来气了 心想 既然你不怪我 还把我打得这么惨 现在脸还火辣辣的痛吗 我上哪说理去 紧接着湛天帝说 每人折断一根手指 然后滚蛋 王先耀听后急了 急忙解释 不是的 湛先生我们 话还没说完 湛天帝的声音 冷冷地传来 两根 不远处的小混混们 听到他们的谈话 也是急着说道 湛先生 我们都知道错 而回应他们的声音 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一样 三根 飞机头还想尝试 刚开口 就听到湛天帝冰冷的声音 再次响起 整只手 再敢啰嗦 连脑袋一起扭断 这一刻 混混们无不恐惧颤礼 可没人敢再说话 王先耀也是一口 知道再怎么样 也躲不过去了 盯着酒瓶大喊道 还他压得愣着干什么 自己断一只胳膊 顿时 自己猛地举起酒瓶 用力地朝着自己的左手砸下 巨大的力量 让酒瓶破裂 同样剧烈的疼痛 让他紧锁眉头 大击他们看着这场景星想 也是没办法了 于是 颤颤巍巍 捡起了身边的水果刀 举起刀 死命地咬紧牙关 猛地朝下挥砍下去 鲜血喷涌而出 残枝断壁 顿时也横空飞去 对于蓄意伤害妹妹人 就算不杀 那也得有点惩罚 你们断一只手吧 混混们举刀猛地砍下 鲜血似箭 断枝似飞 占天帝看着跪在地上 捕着断枝惨叫的一众混混 冷冷地说道 滚吧 此时的龙一丹 开心地跑到占天帝身边 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事情都结束了 我们回家吧 这时 夏老师突然说道 一丹先等等 我有话和你哥说 随即拉着占天帝来到一边 严肃地说道 你既然是一丹的哥哥 我就有话直说了 可能你失踪这些年 在外面闯出一些名堂 但我要提醒你 这里是海东 这里的形势很复杂 也很危险 远远地超出你的想象 陈家跟普家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到时候就凭你单枪匹马 拿什么跟海东的 这两大巨头洞 你让一丹今后 怎么安心读书 就为了诚意识之快 就把一丹父女俩 拉下万丈深渊 我真怀疑你的出现 此时的占天帝 却是一脸笑容 就这么看着教育他的夏老师 谢谢你对一丹的照顾 不过 我的强大 远非你所能想象的 说完就潇洒地转身离去 这让苦口婆心的夏老师急了 大骂 莽夫 就是个莽夫 画面一转 占天帝和妹妹他们一起 走向回家的路 占天帝看着破烂不堪的小象心想 妹妹这些年 竟然住在这样的地方 污水横流 破旧狭窄 就像是平民窟一般 这些年 真是委屈一丹了 此时来到了一扇破旧的门前 开门进去引入眼帘的房间 却是如此狭小 水泥地面 没有地暖 更没有空调 家徒四壁 堂堂全清朝野 我战一天王的亲妹妹 竟然窝居 在这么寒酸的小地 此时 龙东墙看着占天帝 也是心生愧疚 吴晴 对不起 我 我 我没能照顾好吴霜 让这孩子跟着我受委屈了 占天帝拉起龙东墙的手 很是感激 龙叔 说什么呢 你是我战家的大恩人 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怎敢责怪 占天帝解决完一众混混之后 就和妹妹他们回家 没想到 妹妹这么多年 就住在这种地方 当然也由心地感谢龙东墙 要是没有他们 说不定妹妹早就死了 此时 龙一丹倒了两杯茶 好了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就见外了 哥 赶紧喝杯热水 暖暖身子 家里没有茶叶招待你 你别笑话 这时 龙东墙说道 你们兄妹十年未见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慢慢聊我去洗衣服 赞天帝拉住龙东墙 拿出一块膏药 龙叔 刚才 你也受伤了 这是专制跌打损伤的药膏 拿去涂抹在伤处 很快就会愈合 这一刻 他回忆起医务 这个膏药就是当年 带走我的那个神秘人 亲手给我调制的灵丹妙药 蝶血僵承这么多年 我身上的伤大大小小无数 还有多处致命伤 多亏了这药膏 这时赞天帝喝着茶问道 对了 无双 龙叔的妻子呢 怎么没见到 无双顿时委屈道 母亲她早在八年前 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这些年 都是把一手拉扯我长大成人 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战天帝轻抚无双的手 放心 今后有何在 谁敢欺负你 我灭她全家 此时的战天帝很恼火 普家少爷 竟敢打战一天王亲妹妹的主意 不知道你普家能否承受得住 本王的怒火 还有那个抛弃弃子的男人 本王中有一天 会拿你的血 祭奠母亲的在天之灵 画面一转已经天亮了 此时 无双和占天帝准备出门 爸我和哥哥去看小姨 你一个人在家小心哦 你们放心吧 替我给你小姨带好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 屋外突然来了一群小混混 一红毛为首的混混们 一脚踢开了龙东墙的大门 看这鼻环一看就不是好人 红毛一把就起龙东墙 压打 龙东墙 你欠天英高利贷公司的那五百万 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还 龙东墙说道 这是大鸡哥 呃 刘总知道吗 把你们刘总叫来 我要亲自跟他谈 占天帝刚走 一帮小混混 就冲进了龙东墙家里 拎着龙东墙衣领说道 你欠的五百万 什么时候还 原来当年 龙东墙投资地产生意 赔了个底朝天 便借了他们十万块 结果 不到三年的功夫 力滚力达到了五百万 此时的红毛对着龙东墙 就是一顿耳光 卧槽 你他压 放个什么玩意儿 也想见我们刘总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性 这时 红毛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华为手机一看 居然是刘总的电话 红毛接起电话 喂 刘总 哦 我正在龙东墙家呢 什么 好的 那我在这等您 红毛挂掉电话 对着龙东墙大喊道 好 你不是要见刘总了 他马上过来 非把你一层皮不可 此时 龙东墙也是底气十足威胁道 红毛 我劝你说话客气 否则 待会儿 你们刘总来了 可有你好看的 红毛看着平时懦弱 如今 却这么嚣张的龙东墙 就是狠狠的一巴掌 我曹 龙东墙你他呀 今天吃错药了吧 敢用这种口气 跟爷爷我说话 说着 更是接过小弟手里的刀残忍道 刘总来之前 我先废了你再说 省得你 到时候 满嘴喷粪 说完举着刀 就要砍去 就在这时 一个及时的声音响起 刘总道 红毛急吼吼地 推开小弟出门迎接 原来是大鸡和飞鸡头他们 红毛对着大鸡说道 刘总 您总算来了 龙东墙这王八犊子 又准备赖账 还点名要你过来见他 你看我怎么削这孙子 话没说完 大鸡猛的一巴掌 打在红毛脸上 怒道 削你大爷 压得 敢对龙哥无礼 欠揍 其实 此时的大鸡内心恐慌 还好昨天问了要哥 不然 还真不知道 那人的可怕 陈家的默干 被那人废了 陈霸道的儿子 更是半边身子 被他给砸成了肉酱 大骂一边踢打着红毛 狗玩一耳 还不赶紧下跪给龙哥道歉 飞机头也慌啊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给那人赔礼道歉 等到人头落地的时候就完了 红毛这一顿 打那叫一个莫名其妙 这尼玛什么情况 老大怎么也跟吃错药一样 此时大鸡一脸恭敬道 龙哥 这是您当初跟我们公司签订的借贷合同 实在是对不起 当时我太忙了 没仔细看 我的本意是无偿借给您的 现在连本代息都不要了 全当是帮您了 毕竟我们之间关系那么低 大鸡为了撇清龙东墙对自己的怨言 更是把高利贷和合同还给了他 并且连本金都不要了 指着刚刚来闹事手下甩锅道 我没想到 红毛这王八犊子 竟敢背着我篡改合同 敢跟你要五百万 这简直是桑尽天良啊 我大鸡向来以仁义为本 痛恨的就是这种人渣了 红毛 还不赶紧滚过来给龙哥道歉 此时毛红惊呆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老大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不要脸了 看着呆傻的红毛 飞机头怒的一脚踩在他脸上大喊道 愣着干啥 赶紧道歉 此时毛红赶紧跪爬向龙东墙脚边说道 对不起龙哥 都是小的有眼无珠 冒犯了您 求您大人大量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此时 龙东墙一脸怒意 对着红毛 就是左右开弓 倒在地上 却不敢还手的红毛颤抖地喊着饶命 停手的龙东墙长长地出了口气 心想 这些年我可是 受了这家伙不少气 这次 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 画面一转 龙东墙威严地坐在沙发上 而大鸡他们恭敬地拿出一箱紫钱说道 龙哥 这是昨天烤羊腿的钱 还请笑纳 此时大鸡那个心疼啊 两百万吃了条烤羊腿 龙东墙到底 也是见过世面的 直接把箱子一盒说道 我知道 你们是冲着无情来的 这些钱我不能收 除非无情点头 大鸡急忙问道 战先生去哪里了 去他小姨那里了 我给你们地址 此时大鸡他们谦虚地陪笑 拿出两万 放在龙东墙前面 多谢龙哥 不过这钱你必须收着 这是昨天的饭钱 还有这次破坏的房门跟桌椅的钱 画面一转战 天地和妹妹来到了小姨小区 刚进去就看到有两个孩子 在欺负一个小孩 只听见他们在说 他视野孩子不跟他玩 无双看后生气道 你们干什么 小孩们嬉笑着跑开 嘴里还说着跑咯 不跟大傻子玩 哈哈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男人为了入坠豪门抛弃妻子 当无双赶走欺负孩子的小朋友后 姐姐 姐姐 我要棒棒堂 无双急忙走向小光 这就是小姨的孩子 小光 占天地也很疑惑 小光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小姨夫呢 无双看着无助的小光说道 当年 小姨生下小光之后不久 就察觉出 孩子有智力缺陷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狠心的小姨夫 立即就抛弃了妻子跟儿子 事后不久 就入坠到了一个豪门内 坐上门女婿 快十年过去了 一次都没有过来探望过儿子 连最起码的抚养费都不给 可怜的小姨 带着这么个傻儿子 国内各大医院都跑遍了 把家底都掏空了 孩子却一点起色都没有 为了小光不受委屈 这学年小姨一直是单过 其实 战天帝对小姨夫 也没什么好印象 为人是快 闲贫爱富 当年母亲带着我跟妹妹来海东生活 其实就是过来投奔小姨 结果 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 只是没有想到的事 这畜生竟然如此兴奋 又是一个抛弃弃子的人扎败类 片刻后 无双打开门开心道 小姨 小姨 你看谁来了 汤坐在床的小姨 看着走进来的两人 双双来了 此时 战天帝看着周围的一切心想 小姨的住处 恐怕比妹妹那里还不来多少 一个女人拖着一个傻儿子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小姨突然剧烈地咳嗽 这可急坏了无双 小姨 你生病了 这时 小姨还强颜欢笑 我没事 就是伤风感冒 休息几天就好了 小姨这时 才注意到 这个陌生的男子 询问道 这是 战天帝握住他的手 亲切地说道 小姨 我是无情啊 小姨大惊失色 孩子 你可算是回来了 十年了 我还以为你 小姨抹去激动的泪水继续倒 算了不说了 回来就好 能看到 你平平安地回来 小姨比什么都高兴 了解到小姨 现在生活这么艰难 全都是小姨父害的 价值一个亿的老房拆迁 小姨父从中作梗 分去了大部分财产 最终 小姨带着小光东奔西跑的看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 然后就住在这个小房子中 小姨父能有这么大的能力 全都是因为她入坠的普家 普家就是安置小区的成建坊 他们狼狈为奸 直接按相操作 瓜分掉了小姨应得的部分 此时 占天地按相 这房子是当年姥姥给的 当年的姥姥 也是一方豪门 虽然后来 家道中落了 但受死的落口比马大 分别给了母亲 还有小姨 各自留了一套老宅子 母亲的 那套被陈家占了 小姨的 被普家占了 等着吧 你们 就在这市门口 团来敲门声 是一个帅气小伙 小姨惊喜道 家动你来了 介绍下 这是我侄子江家动 这是我外甥无情 无双的哥哥 家动调侃道 又无双哥哥 刚毕业吧 在哪工作呢 然而 占天地一如既往的 视若无睹 对着小姨说 苹果好吃吗 这一波 无事把家动气到了 哼 你们这些刚毕业的 青瓜蛋骨 屁本是没有 心气一个比一个高 有句话啊 叫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转眼更是装播起来 上次 我部门来了两个手下 就和你一样 拽得二五八万的 结果一个简单的任务 都做不好 被我给开了 对了 不主管 这样吧 看在沈的面子上 给你个机会 明天去我办公室 我给你安排个领班 你去试试 占天地说 用不到 家动听后 更怒了 哼 你知道吗 我们天都可是 海东文明的五星酒店 每天不知道 多少人来面试 一个领班的职位 足有上百人争抢 别不知好歹 此时 小姨也是好心劝说 无情 你刚回来 应该还没工作 要不明天 你去试试 占天地拖挫鼻头 不用了 我前两天我刚去过 此时 自信大笑 去过 那不用问 肯定是面试 没过淘汰了吧 这点小挫折 就要自暴自弃嘛 我可是从最底层 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 还有现在的成就 占天地实在听不下去了 拿着水杯给到小姨 此时的家动爆炸了 怒道 黄望 不识抬举 简直是朽木 不可凋印 就在家动发火时 房门又被敲响 呦 人不少啊 这人是家动的堂弟姜佳琪 此时 小姨大怒 江家骑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无双小声地告诉占天地 哥这小子 整天游手好闲 无恶不作 他窥视小姨这处房产 不是一两年了 没事就过来闹 欺负小姨孤儿寡母 奈何不了他 堂弟录着他的中分秀 把嚣张地说道 沈 今天你必须 把这处房子 过后到我门下 小姨大怒 你做梦 滚 卧草别塌压 给脸不要 看你这奄奄一息的样子 估计撑不过几天 就要隔屁了 到时候 你那傻瓜儿子 更守不住这处房子 还不如趁你还有一口气 把房子给我 也算是 给自己积德行上 这话 让小姨大怒 剧烈地咳嗽起来 此时 占天地站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他 这时 家动装起波来 江家骑 然而回应他的 却是一大嘴巴 要不是看在 你是我堂哥份上 信不信 我给你放放心 窝囊废 就在这时 占天地满身煞气的 出现在家琪面前 家琪嚣张道 好狗不等了 给老子滚 狗在骂谁呢 曹 狗在骂你呢 然而刚说完就发现不对 你塌压的 说着 就抬起五十码大脚踢去 占天地潇洒躲闪 这一脚直接踢在床上 这可把家琪疼坏了 占天地看着此时的家琪说道 给你个机会 下去买点感冒药 然后跪在门口磕头道歉 此话激怒了家琪 拿着刀就捅向占天地 占天地侧身闪躲 一掌打向自己的刀 顺势在轻轻一挥 看是轻巧的一击 实则力大无穷 直接使家琪倒飞出去 艰难爬起的家琪 还在逼逼刀 我敲 竟敢打老子 老子跟这个女人要房子 那是瞧得起她 这时占天地又是隔空一挥 家琪顺势起飞 跌得东倒西歪 肥胖果然抗揍 此时又爬起来叫嚣道 等着 老子打电话叫人来弄死 堂弟被教训后说 要喊人来干死占天地 这让小姨很担心 急着叫占天地跑 然而 占天地淡定地消着苹果 小姨放心这种人渣 来多少我灭多少 这波装的家洞都喷了 小子你再能打就一个人 能打得过一群人吗 还好没介绍 你去天都大酒店 不然去了 肯定是个惹祸惊 看在小姨面子上 给你提个醒 先前就有好几个四尼 一样的满汉的醉了他 结果 都被打断了腿 从天桥丢下去了 此时 占天地还是无事 拿着苹果说道 小姨三天之内 我让降龙集团 把你的房子 还有拆迁款 连本带地退回来 这话引个家洞 哈哈大笑 小子你知道 降龙集团 是什么庞然大物吗 那是普家的产业 在海东足以媲美 陈家跟上官家 像你这样的蝼蚁 也不够人家 一根手指头碾压 说大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此时趴在窗口 看的小光 忽然被飞来的一块砖头 打到在地 满头鲜血 此时 占天地来到窗口看去 是江家琪 带着一众混混 又杀回来了 更是叫嚣道 杂种 赶紧给老子滚下来 屋内的无双声气道 哥 下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太过分了 占天地轻微一笑 一女 转身就从窗口跳出 潇洒落地 一个自帅 此时 佳琪对着刀疤脸说道 老大就是这点犊子 求老大帮我灭了他 这时 刀疤脸却说 让他到垃圾桶边上 先跪着 这种愣头青 以前不知道教训过多少 算他走运 我今天来是有大事 要迎接一个大人物 此时 湛天地冷冷问道 方才是谁扔的砖头 小弟看湛天地如此嚣张 提着棍子就要打去 一记鞭腿轻松打到 这帮混混们看后 兴奋了 忧喝 还他压游两下 一起上砍了他 湛天地微微低头 缓缓抬脚 向棍子踩去 就在混混嚣张 要去砍死他时 湛天地脚青彩长棍 长棍猛地弹起 随后他手掌一推 长棍猛地飞出 直接把一众混混 连刀带人一起撞飞 黑着脸的湛天地 继续问道 砖头 谁扔的 这时加气慌了 连忙找老大 老大这边独子太猖狂了 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您啊 刀疤脸回身道 好小子 有两下子 给我上 紧接着所有的混混拿着武器 疯了一样的冲向战天地 面对砍来的刀 一个侧身躲过 然后一拳打出 这力量让小混混眼睛都外突了 对于人群的围攻 战天地游刃有余 时而出击 时而闪躲 竟然没有人能碰到他 就在这时战天地一脚重重在踩下 大地都裂开了 猛地一拳 砸到一个混混 面对小混混砍来的刀 只是冷冷看一眼 便一手抓住他手腕 猛地一转 小混混直接翻身砸向地面 这一下居然形成了冲击波 震得周围的混混都飞了出去 战天地松手 直接把小混混丢出去 砸在刀疤脸面前 这时刀疤脸慌了 这 这他们还是人吗 此时战天地松了松一领说道 我再问一遍 谁丢的砖头 看着一片狼藉的刀疤脸 指着佳琪结巴道 他 他 是他扔的 不 不管我的事 佳琪此时不再嚣张了 摆着手说 我那是和你打招呼的 紧接着 就被战天地一掌拍翻在地 看着可血不止的佳琪 战天地手一挥 一道剑气射出 只见 佳琪的双手腾空飞起 这疼痛让佳琪惨叫了起来 刀疤脸 看着此时的佳琪 也吓傻了 这时 战天地的声音传来 让我跪你 你把刚才说的话 再重复一遍 刀疤脸 摇着手直喊误会 这时电话响起 魏豹子 迎接事项 做得怎么样了 大人物应该马上到了 刀疤脸像看见救命稻草一样 马上哭诉道 老大你赶紧过来 情况有变 有人从中作梗 电话中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什么 他压的 哪个王八高子 赶快老子好事 在那等着 老子还有几分钟 就杀过去 战天地刚打完一众混混 更是砍了佳琪的手 此时 刀疤脸 以为 有后台撑腰 竟然想招揽战天地 更是自信地搂着战天地 撑胸道地 不出意外地吃了一拳 面对倒下的刀疤脸 战天地拎着他头发 等你老大来了 让他跪在这里谢罪 说完潇洒回身上楼去了 看着离开的战天地 刀疤脸到嚣张起来了 哎呦卧槽 挺能装的 等大金哥来了 飞活 刮了你不可 片刻后屋内的家栋惊呼 什么大金哥可是台东一个 他可是我们天都大酒店 王先耀的表弟 天都大酒店 可是陈家的产业 就这关系 大金哥勉强算是半个陈家人 你动了他的人 这次天王老子 来了也就不了你 小姨听后 也很害怕 希望家栋能帮忙找人 说何说何 于是 家栋犹豫的拿出手机 点头哈腰的陪笑着 挂完电话的他 尝出一口气 然后自信的 对着战天地说道 小子 我上级领导勉强答应帮忙 他让你马上下去 给豹哥和大金哥下跪道歉 然后他在电话里求求情 此时或许还有救 然后 战天地又削起了苹果 缓缓的说道 我已经告诉豹哥 等大金来了 让他在楼下跪着谢罪 家栋不敢置信 狂妄 简直就是 狂妄的无可救药了 神你都看见了 这可不怪我不帮忙 是这小子 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 你摊上这么个外甥 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这时 房门被一脚踹开 大击一脸嚣张的海盲 老子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 敢口出狂言叫我跪下 此时 家栋荒的几百事 不是我不是我 他在里面 此时 战天地 出现在他身后 不是说了吗 让你们 在楼下跪着谢罪 谁让你们上来的 大击和飞机头看清是谁后 都是惊恐不语 只有刀疤脸 一脸兴奋 指着战天地 小子这波装的 没完了是吗 拍着发抖的大金哥 就是这王八高子 他压太猖狂了 把他拖出去 剁碎了胃狗 大击此时 吓得牙齿都大战 回身的猛的一拳 把刀疤脸打到在地 此时的刀疤脸 一脸猛逼 紧接着一只大脚 狠狠地踢在他面门 大人物 我们恭敬还来不及 我看把你剁碎了 喂狗 还差不多 此时 他们才恍然大悟 这个小子 居然就是昨天 让老大手砍了的人 这时 刀疤脸 一把揪住家旗头发 猛地往地上摔去 都是这个小子 是他得罪了战先生 紧接着一跪 对 对不起战先生 是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你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一回 这时 大击和飞机头也是一跪 拿出一张支票说道 战先生 这是我们哥俩凑的一千万 还请您笑纳 全当事先的赔偿 您宰相度里能撑传 求您放过我俩 不是说了吗 让你们到楼底下跪着谢罪 大忌赔笑着放下支票 我们这就走 黄昏降临 此时一大家子 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饭 战天地 直接把一千万分给了小姨和龙叔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喜 小姨也是不知道怎么说 无双懂事道 小姨这是哥的心意 有了这笔钱 就可以给小邦治病了 龙东墙也不娇气地收下 就在这时战天地的电话响了 你个狗东西 竟然敢 坏了老子的好事 你是普少吧 既然知道是老子 还他敢跟我作对 乖乖把龙翼单给老子送上门来 否则的话 我面临满门 战天地听后说道 约个时间 普少哈哈一笑 这么快就认怂了 明天中午十二里 满星 别会锁 你要是赶不来 后果很严重 此时 普少跟班搓手陪笑道 普少 像这一等蝼蚁 何须您亲自给他打电话 直接让小人带兄弟们冲过去灭了他 然后再把那个小妞抢过来 就是古少此时狂笑 本少很久没有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我倒是想要见见 这小子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手掌一用力杯子 直接碎裂 吓坏了一众笔记尼少女 画面一转 楼下传来生意 物业发工资下来领工资 小一起身就要去拿工资 只见一个背心男 给到一个信封 小一打开信封轻点 不对啊 怎么少了二百一十块 应该是一千零五十才对 背心男说道 你不是请了三天病假吗 当然要把钱给你扣去 难不成你没干活 还要拿钱 这世上 上哪找那好事去 说完就朝着黑思女奸笑 黑思女说道 整天病年咽的 没朝你犹豫就不错了 敢啰唐下个月不用来上班了 说完背心男满意的一巴掌 打在了她屁股上 以示奖励 可是小姨却知道 公司请病假 是不扣钱的 然而 你们凭什么扣了我双倍的钱 这话 直接让黑思女大怒 干 你的意思是说 老娘我克扣你的工资是吗 你个死巴婆 有种就去公司告我 呀的 老娘在公司里面有人 还会叛你 我告诉你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你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背心男抽着烟消张道 乖乖地收下你的工资 老老实实干活 穷人就要有穷人的觉悟 这是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人模狗样 克扣员工工资 自己中绑私囊 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你们这种人 背心男愤怒地回头 好 谁他妈敢在背后乱嚼舌根 给我滚过来 一看 是龙东墙马上一脸鄙视 我当时谁呢 原来是你 还有这小子 是你亲戚吧 一看就跟你一样 都是一帮穷鬼 赶紧滚 否则 话没说完 一个人影从草丛中飞跃而出 一巴掌固在了背心男脸上 压低 萝里巴缩的 我大鸡最痛恨的 就是你这种小人 这对狗男女 也是被突然的一下 吓了一跳 大鸡恭敬地 对着战天地说道 战先生 我们还都在那边绿化袋里跪着 听见这狗玩意乱叫 忍不住就来教训教训他 话没说完 黑色妹一脸嚣张 靠 你他压谁啊 连黄主任都敢打 大鸡反手 就是一巴掌打的他 胸口一颤 这时 黄主任才结巴地说道 赵 赵总明 您怎么来了 原来 大鸡是他们公司的大股东 此时大鸡暴怒 公司每个月给清洁工的工资是2500 你给扣了一半还多 你的心残这么黑呢 随后对着战天地奉承道 您说 应该怎么处理这对狗男女呢 这时 背心男 那个荒啊 亮枪爬起 战先生 对 对不起 我真不是有意的 请您看在赵总的面子上 然而没什么卵用 战天地直接一脚 揣的口 吐血鲜血地飞起 一屁股砸在地上 嚣张道 大鸡 在我面前 有个屁面子 我给他面子 他敢接吗 大鸡急忙嬉笑地摆摆手 不敢不敢 我在您面前 那就是一条狗 哪里敢要您的面子 战天地转身温柔地 对着小姨询问道 小姨这是 您说咋办 这时 狗男女真慌了 平时可是没少欺负他 此时也只能拼命地求饶 小姨还是善良地决定 按公司规定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鸡大声回应 您放心 他们客口工资 我马上送他们去派出所 画面一转 温青山正在问雪亭 调查战天地的情况 自从天都大酒店的事情后 温家 跟陈家的关系 彻底决裂了 而上官纳兰已经从国外回来了 陈霸道也很快要回国 到时候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温家 加上昔日的仇家 可谓是雪上加霜 现在 唯一能帮我们的 就只有占天地了 然后 雪亭正看着照片说 父亲 请看这张照片 温青山看着手机照片 惊讶发现 他居然是夏春雨的儿子战无情 难怪当日一进门就点名 要见上官纳兰 原来是来寻仇的 随即开心大笑 如此一来 我们算是在同一条船上了 而雪亭 此时 却是有点疑惑 按理说 无情哥哥当时肯定也认出我们了 为何都没有点破呢 温青山却也看得明了 说道 看无情当时的那种身手 和消失十来年 他肯定经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之所以没认我们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 毕竟到了他那种层次 认识的人多了 得对的人肯定也多 只不定会 危害到身边的朋友 温青山看着女儿若有所思的样子心想 这丫头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随即说道 正好你现在是战无双的班主任 可以问问他 也许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话让雪亭一脸害羞 娇羞地跑了出去 画面一转来到了陈家 被砍去双腿的陈二少 正躺在床上 虚弱地喊着 妈 报仇 上官纳兰看着此时的儿子 直接炸了 下春雨 你个贱人 死了都不让人省心 当年没能斩草竹根 才埋下了今日的货端 还有温家 没想到 跟那狗东西早就认识了 老娘同样不会放过你们 这时 门口走进来一老头 此人是陈家上一任家主 陈德旺 上官纳兰 插着妖肖章问道 叔父 你有什么事情 心想这个陈德旺 仗着自己在家族中 有些影响力 每次对我的决定 总是指指点点 很多时候弄得我都下不来台 实在可恨 此时 陈德旺也有些怒气 适合道 兰兰 当年的事情 你做得有些过了 夏春雨死得太冤 我听说 当日西风链 连跟人交手的勇气都没有 当场就贵了 我认识的西风链 可从来没耸过 显然是知道对方来头太大 我陈家根本就招惹不起 老夫曾经不止一次告诫过你 做人要低调 可你倒好 处处高调 招摇过世 不是你把贺廷贯成这样 他贿赂的这个下场 此时上官纳兰 闭着眼甩过头去 紧接着 竟然直接一巴掌 重重地打在了陈德旺脸上 更是嚣张地指着 倒在地上的陈德旺骂高 你个老匹夫 裸里把缩的 除了事后诸葛亮 你还会干啥 老娘要不是看待你是 陈家元老份上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这时的陈德旺 也又惊又怒 你敢打我 岂有此理 上官纳兰 你胡得不耐烦了 指着两个保镖说道 给我把那个贱人给我拿下 上官纳兰 竟然如此嚣张 连陈德旺都敢打 陈德旺看着 曾经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手下 如今却一动不动 这时上官纳兰说话了 陈德旺你以为你是谁 我叫你一声舒服 是看得起你 不然你就是一条狗 我告诉你 现在这些人都听我了 来人 给我拿下这条老狗 看着被抓的陈德旺 继续骂道 你个老不死的 整天在我面前 你老卖老算了什么东西 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更是反手一巴掌怒斥倒 我儿子和妹妹被害成这样 你不想着报仇 反过来还埋怨我 你根本就不配当陈家的人 此时的陈德旺 也是气喘吁吁的 你 你 老夫好歹 也是上一任家主 又是霸道的叔叔 教训你两句怎么了 我依 话还没说完 只见一把手枪指着自己 你个老不死的 萝莉把缩 直接一枪打爆了陈德旺的头 现在清静了 此时上官纳兰 和吴氏一样问道 将长老出关了吗 下周出关 小畜生就让你多活一周 战无情 我不管你消失了十年发生了什么 想要卷土重来报复我 你只有死路一条 画面一转战 战天帝送吴霜去学校 小妹 在学校里 要是有人敢欺负你 一定要和我说 吴霜也是一脸开心 哥 有你保护我 谁还敢欺负我 对了哥 你也老大不小了 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嫂子 战天帝看着此时的妹妹 也是一脸幸福 小屁还一个 怎么整天琢磨这些乌七八糟的 伸手就轻易地刮了她一下鼻子 吴霜还老成地说道 哥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可别耽误了自己 这时 一辆吉普吉停在了 他们身边 我赞成 下车的坦克 挠着头对吴霜说道 这位就是吴霜吧 我是你坦克叔叔 是你哥的老部下 初次见命 送给你的小礼物 一定要收下 然而 战天帝 愤怒地给了他一拳 这是我妹 你让他喊你叔 把我置于何地 坦克也是一脸无奈 急忙说道 对不起 是我欠考虑了 叫我坦克哥就行了 别看我老 其实 我才25岁 对了双双 你有男朋友吗 这一波激扎 也是让吴霜一脸冷汗 坦克裸里巴缩地说着 吴霜你有没有男朋友之类的话 这让战天帝又是一阵暴怒 再敢胡说八道 信不信 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说着 又是给了一拳 坦克鼻青脸肿 委屈地跪坐在地上 吴霜还冷不丁地来一句 坦克哥跟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40了呢 画面一转 坦克说道 老大 我在关海厅朝院 给你买了一套别墅 你刚回来 不能连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战天帝回道 这段时间 你先跟在我身边 这个让坦克开心坏了 好的老大 画面一转来到一单学校 一单 班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下 吴霜来到办公室 温老师您找我吗 此时的雪亭 一身职业装 甚是好看 吴霜 你哥呢 吴霜看着越来越靠近的雪亭 老师 你咋知道 我哥回来了 雪亭略有害羞地说道 我想见见你哥 吴霜看着此时的雪亭 嬉笑道 哦我知道了 老师 你该不会是还喜欢着我哥吧 对了 你们这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哈哈 而吴霜却知道 这几年 温老师很照顾他 一直替他保守秘密 我也拿他当姐姐看待 如果能当我嫂子 那再好不过了 雪亭故作严肃 臭丫头 竟敢开老师玩笑 你到底说不说 吴霜急忙白手道 我当然要说 要不然 怎么撮合你们俩 雪亭惊讶地看着吴霜 此时 一个肌肉男来了找雪亭 他是体育老师 吴霜看见 有人来了 就先想回去 结果却被肌肉男叫住 龙义丹 刚才 我站在外头 听到你哥要追求温老师 这什么情况 这是雪亭急忙懒在中间说道 孙老师 你听错了 义丹 赶紧回教室上课去 这是肌肉男 一脸殷勤地拿出两张电影票说道 雪亭 这个周末晚上 好莱坞大片 激情飙车漆上映 我好不容易搞到两张 到时候 我开车来接你啊 然而 雪亭却是一脸嫌弃地拒绝了 听到这话 肌肉男爆了 雪亭你已经拒绝我很多次了 我对你一片真心 你这么坚决 是不是就是因为 龙义丹的那个什么哥哥 哼 这是我的私人事情 与你无关 请你出去 被拒绝的肌肉男 愤怒地摔门离开 看着刚离开的吴双 恶狠狠道 奶奶的 好你个龙义丹 小小年纪 就跑来替你哥哥做媒 跟老纸抢女人 我看怎么收拾你 吴双刚回到班级 眼镜妹就告知 赵紫棋下午放学后 要找他麻烦 这个女人在学校可是女霸王 有个表哥在道上混 你要小心 然而吴双听后 却是一脸轻松 是吗 让他来好了 红桌继续说道 赵紫棋太坏了 就因为一旦你长得漂亮 学又好 隔三差五地来找茬 一直忍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然而吴双自信地说道 今天就是头 有哥哥保护 现在就是天塌下来 我都不再害怕的 听着这话 眼镜妹不敢置信道 啊 不 不忍了 画面一转 学校保安室 飞机头和大鸡正坐在保安室 被一群保安伺候着 这时 大鸡说道 好像放学了 飞机头回道 放心吧 我已经发家话去了 这一片没人敢动那丫头 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们俩在这里 也就是为了做出个姿态 来给战先生看 证明 我们在卖力地替他做事 这时 肌肉难闯了进来 恭敬道 二位大王 我是学校体育老师 听闻二位屈尊来学校就职保安 更是谦虚的低烟 又是约吃饭的 然而大鸡挥手拒绝说道 没有心情吃饭 我们只是被人安排在这 肌肉难一脸兴奋 那就一起叫上 刚好坐下来认识认识 心想 居然有人能安排这两位大王 要是能结交上 温雪亭肯定对我刮目相看 此时 大鸡却是一脸嫌弃的大骂 你他们算个鸟毛 也有资格跟你们吃饭 也不撒泡尿罩罩 赶紧滚 耽误老子正事 画面一转 无双和眼睛妹 正被一群人围着 一个女人正惬意地抽着烟 正是女霸王赵紫棋 这时 眼睛妹理论道 赵紫棋 你们这么多人 对付一丹 不觉得过分吗 回应他的却是 好 在他们的汪汪乱叫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这时 无双拦在眼睛妹前面 怒喊道 赵紫棋 让小丽走 有本事冲我来 赵紫棋一脸调侃之色 呦 龙一丹 你怎么这么能装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后台多大呢 实话告诉我 这次找你茬的 不是我 是我表哥 正在无双震惊时 背后一个人手拿麻袋 就朝着无双套去 无双被麻袋套住 抓走了 眼睛妹急忙跑去找人 不好了 孙老师 大 大 大事不好了 然而 孙老师回头嫌弃道 慌里慌张的成河体统 惊扰了两位老大 你吃醉的气吗 有什么事情 等会再说 快给我滚出去 此时的眼睛妹 内心焦急无比 继续说道 孙老师 龙一丹塔 她被人给绑架了 孙老师一听 然而却说道 胡说八道些什么 打架说成绑架 在传播谣言 明天不用来上学了 眼睛妹都急哭了 然而 眼睛妹的话 可让大鸡听到了 两人冲出门 就给了挡路的孙老师一举 急忙问道 你刚说 谁被绑架了 是我们班的文艺谈 高一三班的 再次确认的两人 如晴天霹雳一样 就在大鸡块爆炸时 孙老师又拉着说 二位老大别听这小姑娘说 这大白天的谁来学校绑架 这部今晚的饭局 不知道二位大佬 能否赏个脸 结果回应她的 却是一巴掌 我赏你妹的脸 玛丽隔壁 竟在这耽误事 学校怎么摊上你 怎么个垃圾老师 滚开 此时 大鸡随着眼睛妹 来到现场找到了赵子奇 就是她找人绑架了龙一蛋 大鸡急忙冲出来 恶狠狠地问道 人呢 这一问 让赵子奇吓了一跳 连忙指着大鸡大骂 卧槽 你竟敢冲本姑奶奶 大吼大叫 信不信我 话没说完 大鸡直接送了她一巴掌 倒在地上的赵子奇 任就嚣张 靠 敢打我 我特马 今天让你走不出这条胡同 对着身边的人 就是大喊 都愣着干嘛 上啊 然而 一帮小混混 却无动于衷 这时 一个小混混 覆耳和她 说这什么 听完后的赵子奇 一脸的恐惧 直接跪倒在大鸡面前 拼命地道歉 此时的大鸡 才没时间管她 快告诉我人绑哪去了 一脸冷汗的她 却是知道 这龙一丹 要是出什么事 我的脑袋也就没了 此时 赵子奇说道 是我表哥余力杰抓懂 其他我都不知道 求求二位老大放过 大鸡他们听后 自然认识这个余力杰 飞机头直接打电话过去 然而却打不通 这时 大鸡却想到了什么 余力杰是飞机头的小弟 而且 飞机头也下过命令 根本不敢动龙一丹 飞机头 此时也想通了 可见 这小子背后有人 不然 他不敢背胖 说着 就要去找这小子 画面一转 一辆宝马正飞驰过来 直接来到了普家产业 满心别会所 此时 保安骂骂咧咧地 朝着宝马走去 这时 一只手突然拦住了她 装拨道 哪来的香疤了 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 走懵圈了 赶紧滚蛋 别他妈在这里丢人现眼 原来车里是占天地 然而 占天地 却可爱地拿出香蕉皮 想叫对方帮忙丢下 这一下让死胖子炸了 卧槽 你个憋三 脑袋被驴踢了吧 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赶紧下车 跪下给老子道歉 否则 老子今天 让你走不出这 话没说完 死胖子就看见了 占天地的衣袖 直接惊讶到 这是黑衣会的标志 此时的她 就快下不去 黑衣会是大华国 最为神秘的阻止之一 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势力 无人敢招惹 但凡有黑衣会成员 出没的地方 就会掀起一场 腥风血雨 据传说 黑衣会的成员 基本都在龙都活动 所参与的 都是国家利益相关的大使 要是 可恶 黑衣会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身边的保安 还以为自己领导 被气到说不出话了 更是嚣张 指着占天地 催促他下跪道歉 话刚说完 脸上直接被重重地 来了一句 死胖子怒道 你懂个屁 麻痹的 干净跪下 给大人磕头赔罪 说完后 自己直接猛的衣柜 双手捧起 就去接战天地的香蕉皮 嘴里更说道 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小人该死 请大人赎罪 穿了黑衣会 特别定制的衣服 就是帅 对了我的车 停在门口没关系吧 死胖子一脸冷汗 当 当 当然没问题 你随便停 那带我去找普少吧 随即战天地 和坦克来到普少跟前 此时的普少 如皇帝般坐在那 身边保镖 更是数不胜数 此时的普少 悠然地品着茶 这不有十例人的喝口茶 都能被人跑 普少的茶道 真是越来越精湛 不过这等 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敢挑战 打死了活该 普少的身手 足以横扫海东 青年一代 我等以后 当以普少马上是瞻 此时 普少身边的大汉也说道 普少小弟 出马 替你收拾了这两货 把这家伙剁碎了胃口 看今后 谁敢还跟普少作对 妈的 而普少 却挥挥手道 来者皆是客 本少已经很久 没有遇见这么有趣的人了 你们俩谁是龙一丹的哥哥 我是 刚刚踏入 社会的愣头青吧 像你这种人 本少不知费了多少 就像这家伙 我感觉 你还不如他呢 不过本少向来是仁义为 这样吧 你跪下来臣服于我 给我当狗驱使 我就饶你了 如何 然而 占天地又无视起来 说道 那个突然感觉有点口渴 这时坦克暴躁起来了 没听见吗 赶紧给我老大上茶 我老大最爱喝的是普尔 最好是存放了十个年头的 果然 这下给普少整愣比了 阴沉着脸呵呵一笑 看来 有必要 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知道 马王爷三只眼的厉害 壮汉拎起酒瓶 猛地朝着占天地头砸血 然而直接被坦克一拳 给干翻在地 砸碎 不堪一击 普少依旧镇定 有意思 没想到 遇见了硬茬子 给我上 一众保镖 把占天地 他们围了起来 此时 普少又装波地发出命令 三十秒结束战斗 面对占天地两人 保镖们兴奋地摩拳擦掌 这时 坦克往前一站说道 老大 我来 紧接着 就一把插住一个保镖脖子 给拎了起来 坦克拎着保镖就甩起来 就像是挥舞着铁锤一样 攻击着周边的人 而占天地 却慢慢地走向沙发 倒起了茶来 品了一口说道 是明前的龙井 但却不是当年 乾隆侧风的那十八颗 确切地说 你这根本不是龙井 应该是五牛枣 放屁 我这就是正宗龙井 西子湖一级保护区内采摘的 我朋友专门经营 茶叶生意十几年了 十多万一斤呢 怎么可能骗我 你根本不懂茶道 占天地无奈地摇摇头 正宗的龙井茶 外观品相偏黄绿 茶汤橙嫩黄色 入口醇厚 顺滑香甜 赋予一种天然的豆花香 五牛枣偏翠绿色 入口有清泡味 相比正宗龙井偏淡一些 因为五牛早要比正宗的龙井 早上是一个月 所以经常被一些 无良的茶商 拿出来以次充好 高价卖出 专门骗你这种不赌装懂 根本没有喝过正宗龙井的冤大头 其实竞价不过几百块 也好意思 拿出来丢人信 撑什么茶道 这时的普少也意识到什么 猛的一拍大腿 妈的 那帮家伙竟敢戏耍我 这传出去老纸的脸 还往奶放 占天地继续品着另外的茶 不出意外 都是以次充好的家伙 这让普少很是丢脸 这就是你左摆弄的茶道 哼 终于普少报了 靠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就算懂茶道又怎么样 今天老子杀了你 就没人往外说这事了 话刚说完身边的柱子上 居然砸来了一个保镖 此时坦克拍着手慢悠悠地走来 原来刚才那这一众保镖 居然已经被摆平了